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Olderman 今天我們要來挑戰我們的泰坦之王 終於經過了各種無數的連載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地方了 這個地方老頭第一次來 然後也發覺這個地方 就是一整個就是 整個腐敗的一個地帶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好了 就是這個地方是泰坦的出生地 應該是說這個召喚的時候 然後待會泰坦會從這邊出來 然後你們來這個地方 你們會發現沿路會發現一大堆 就是被腐敗的動植物 以及就是被腐敗的一些生物 還會有一些腐敗的屍體 都會殘留在這裡 然後這個地方看起來就是一片荒蕪 然後裡面還會有那個 腐敗的飛龍 腐敗的雙竹飛龍 不是那種西方飛龍 是那種腐敗的雙竹飛龍 反正這個地方其實不難找啦 我這座標直接報給大家 你看現在這個我在這個手指頭的中指上方 有沒有 這個座標大概是在位於 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我把座標亮出來 這個座標大概就是在03.4 49.1的這個部分 03.4 49.1大概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們要來打泰坦王的話 你們可以來這邊打 然後這邊的泰坦王總共有三種型態 第一種的話是我們最簡單的 伽馬泰坦王 再來就是我們的BETA泰坦王 伽馬泰坦王他要的是 腐敗心臟150個 然後沙漠泰坦頭飾 那個首級以及就是 三隻泰坦的首級就對了啦 森林冰跟沙漠的三隻泰坦首級 然後 泰坦巨蟲毒液菁英霸王龍牙齒 有這些材料呢就可以去打一下這個 我們最一般的 噢 伽馬泰坦王 然後再來進階一點的話呢 就是會 增加了這個伽馬泰坦的這個 首級 然後 腐敗心臟從150 噢 多到變到300 所以多150 數量會增加 下面這兩樣的道具數量也增加 然後打完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挑戰 這一個 噢 因為這一個的話呢 需要泰坦王BETA 噢 你才有辦法挑戰 而且呢 挑戰 只有這個模式 可以使用我們的Mega泰克 Mega麥克 大麥克 好不好 現在已經不吃麥克了 現在我們都吃大麥克 到時候呢 老頭應該會用大麥克 來跟他打看看 我們來稍微還原一下 當時預告片的情形 應該蠻酷的 我覺得 不過呢 這是之後的事情 我們今天呢 就直接先來挑戰 比較簡單一點的 伽馬泰坦 我們來打看看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忘記跟各位講了 進入阿法泰坦要挑戰的時候呢 你要變身成那個 那個 那個 變身成那個Mega Mega大麥克 有沒有 必須要有一個裝置才可以 然後還必須要再帶三隻機器人 所以總共是四隻 加上我自己本身 然後再另外三隻才可以 那個裝置好像是要從Beta裡面打出來的 據我所知是這樣 搞不好 我的資訊錯誤 可能就是 Gamma打完就會有了 也說不定 這個我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總而言之呢 我們待會就會進去 那老頭要怎麼打呢 非常的簡單 老頭想要用我們的冰泰坦 來跟他們玩一下 為什麼會老頭想要冰泰坦 因為我覺得冰泰坦 進去打 感覺比較 因為那時候冰泰坦的招式 我比較喜歡之外呢 感覺就是比較有力阿 我是這麼覺得 那也有人說 老頭為什麼不三隻泰坦進去 阿我就是怕三隻泰坦沒得顧阿 有一些被打死阿 對不對 阿我冰泰坦進去的話 最起碼還可以幫我冰泰坦補個血 對吧 阿 就想說不要開個尬德模式 進去打看看好了 我們就直接 阿血肉碰撞硬碰硬 好看這個難耐到底是多少 對不對 好了終於要開始了 我先存個檔 首先呢先存個檔先 拉斯 GO 哇 我們來看看 出現了沒有 喔出來了 有了 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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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Iron King 喔 比我還大隻耶 哇 這隻比我還大誇張阿 我打他9萬19萬 哪你過來 我真不知道他會炸本體耶 1K 為了部落 啊 衝阿 哇 攻擊 哇 七萬多 哇 兩萬一的傷害 喔 兩萬一 哇 打我蠻痛的 想真的 壞了 要擊 哇 要擊打不到他 哇 敲一下兩萬一 我接我一招噴射光線阿 完了 我沒有體力 我中了什麼東西 暈擊 靠我還被暈 我還被暈 哇 這麼猛阿 跳 跳 沒暈到 武功 9萬9 9萬9 沒問題了 哇 陰石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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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他長出這什麼東西來阿 不能再生阿 動作有點慢耶 還是要靠包這個球 欸我不能動了 我卡住了 哇 用跳的 用跳的 可以 打掉了 有嗎 這有成功嗎 哇 靠爆這一顆 還在吸喔 還在吸什麼能量 那邊又一顆 Jump 我跳不過去阿 小尷尬 耶 耶 沒有 那邊沒有 這次是後面的喔 我要打本體 也不管了 我 哇修 人燒傷害 尻 燒掉你 不過這樣打還是有持續在扣解就是了阿 就是趁他這個能量沒有完全回復的時候阿 就要做任何供給阿 做大量的供給阿 哇 醒來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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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驚天動地拳 敲個兩三下這樣子 喔麵 喔麵 召喚了 死吧 死叻 噴600 噴600 ų! 兩萬一 兩萬一 universes吧 哇 打不到他 我還打到水智 我那個魚池尻到我了,我現在剩半血了 尻你 還揮不到欸,重點 補一下血好了 哇咻 有嗎?有扣血嗎? 有有有 嗯?有嗎? 哎呦啊,只是比較少而已啊 他要吸更多了 不可以 不准吸 我說你可以吸了嗎? 打 醒來了醒來了 快點快點,這現在 快死了,快死了 這招 這招屌,這招屌 死你 靠爆你 在最後一擊 再見 再見 阿沒打到 再見啦 贏了 哇拿到了 泰坦王 死 死 給 哇 成功了 泰坦王已去 身上有沒有什麼東西 我看到那邊有一個東西了 我們就這樣結束了嗎 泰坦之旅結束了 這好像什麼傳送門之類的 我們贏了 他這個是 他給的這些東西 沒有那個 變身裝置 那我要進去這裡 是不是 我可以被傳走了嗎 跟著希望之光前進 Hey man 這圓圈圈到底是幹嘛 我不懂 這個希望之光是幹嘛的 只要我們那隻泰坦不見了 死掉就這樣躺了 怎麼辦 我們現在幹嘛 被傳走了 這什麼 我在這裡 我這不見了 我的手指左邊這樣 哈哈 破圖 我們終結了這張地區 這個地區 我準備要被投放到別的星球上了嗎 哇 這些被受感染的這個 生態都被 進化了嗎 哇 哎喲 那是你 Beautiful 這裡很漂亮 Take a look 讓我帶你看看 Coming home 回來了 回家了 就是講說這些人都回家了 解放了 都回來了 回歸原本的城土了 不再受控制了 哇 哇 沒有中文啦 哇 這個塌了 這是我原本待的嘛對不對 我原本待的崩塌了 然後 要降落了 我原本的崩塌了 回到大地了 回來了 這意思就是我解放了所有方舟裡面的生物了 完全 徹徹底底的解放了 是這樣嗎 哇 結束 就這樣直接結束了 好喔 哈哈哈 哇 結束了 結束了 這算是一個一個結束吧 我覺得 應該還會有另外一個新的開始 雖然方舟說他這是第三張最後一張資料片 但是沒有說不會再更新其他東西吧對不對 嘿啊 對啊 雖然是英文有點看不太懂啊 不過總而言之呢 他意思大概就是說我解放了這些人 然後這些人呢 主要是被控制 從這個太空 從被控制的這個枷鎖解放了出來 全部都回歸了 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我覺得是啦 然後呢 我覺得就是 呃 希望他這個故事可以再繼續補完整一點 因為我覺得好像還是有些東西我不太了解 就是 我不太喜歡他用筆記本的方式呈現 我個人覺得他雖然有一點有一個劇情模式這樣子 玩起來才會真的知道在玩什麼 因為我覺得通常玩家是很少會去看筆記本這種東西的 我覺得要有一個劇情模式的導引 會讓大家更深入了解方舟這個故事的內容 會比較好 好吧 那麼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那麼呢 下一集我們應該會去直接攻略 FETA泰坦跟我們的Alpha泰坦 應該一次打兩隻吧 我們看時間 如果時間不太夠的話就一隻 然後再下一集就是泰坦 Alpha泰坦 然後Alpha泰坦打完的話呢 好像還有隱藏動畫的樣子吧 據我所知啦 不過是怎麼樣呢 各位就敬請期待 好吧 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我喜歡小個訂閱 又有下角的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或是去我NONOLIVE 按個追隨 感謝各位記得收看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 方舟滅絕再見面 掰掰 請按讚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